从前有一个王子 他想要娶一位公主为妻 而且只有是真正的公主才行 他走遍了整个世界 只是为了找到她 可是无论到哪里 事情都不太对头 公主确实很多 可是他怎么才能够判断 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公主呢 在那些公主身上 似乎总有些不太对劲的地方 于是他回到家 然后闷闷不乐起来 因为他真的很想找一位真正的公主 这天晚上啊 外面挂起了可怕的暴风雨 天空中电闪雷鸣 啪啪哄 大雨倾盆而至 简直就让人惊恐万分啊 也就在这个时刻 城门那儿传来了敲门声 老国王跑去开了门 站在门外的不是别的什么人 而是一位公主 经受了风雨之后的她 看上去简直不堪入目 雨水顺着她的头发流淌到了衣服上 流进了鞋子里 继而又从脚后跟流了出来 尽管如此啊 她还是声称自己是一位真正的公主 我们很快就会搞清楚的 王后心里想着 于是她走去寝殿 把被褥和床铺通通地掀开 然后偷偷地在最下面放了一颗豌豆 接着她找来了二十层的床垫 全部压在了那颗豌豆上 再接着 她又找来了二十层鸭绒被 堆叠在那些床垫之上 公主将要在这上面度过一晚上 一日早上 大家问公主 哦 我亲爱的公主 昨天晚上你睡得好吗 哦 睡得不太好 我根本就无法安睡 也不知道床里有什么东西 我似乎躺在了某些十分坚硬的东西上面 那东西弄得我浑身上下 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 实在是太糟糕了 由此可见 她绝对是一位真正的公主 大家对此已经确信无疑了 隔着二十层的床垫 外加二十层的鸭绒被 她居然还能够感觉到一颗豌豆的存在 除了真正的公主呀 没有人会如此的娇贵 于是王子赶紧同她结了婚 因为她知道 自己总算找到了一位真正的公主 至于那颗豌豆嘛 她被人们放进了博物馆 如果没有被人拿走的话 人们至今还能在那儿看到她 瞧 这可是个真实的故事哦